而在高雄市议会议事厅里 今天进行的议程呢 是来到了保安扫组的业务质询 市议员郑新柱针对了公共自行车提出了疑问 因为就在环保局的业务报告上 他发现了奇怪 为什么高雄市的公共自行车 平均大概是三年左右的寿命就要报废 不过一台自行车呢 造价是大概是四千块钱的新台币 议员看来认为这样子的做法 似乎有一些浪费公堂的嫌疑 不满造价大约四千元的公共自行车 只用三年就要报废 市议员郑新柱在议事厅 直接炮轰环保局 听到环保局将退役后的公共自行车 移交给市警局音役守望相助 炮火烧到警察局 正信柱强调以公共自行车的造价 应该延长使用年线 问了一圈压力再回到环保局局 登陆环保局长达询承诺会检讨 延长公共自行车的使用年线 怎么会只用三年就淘汰的争议 暂时落幕 港政宣欧远朱宇宏 采访报道